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份诚意 一份孝心 那我们盘那个山上这个树都是药材 比方这个紫藤 我小时候那个筋果不太好 我妈妈就经常用那个紫藤化 经常汤给我喝 这个不错 这个这么几年管掉了一点蛋 玉竹有降糖降血压的药效 非常适合老人 盘安山多水多正适以玉竹生长 取自自然的食材 经由山中溪流清洗 更能保留原汁原味 天色渐暖 年味越来越浓 各家各户的年夜饭也都快上桌了 盘安盛产杜仲 杜仲具有补义干肾 强筋撞骨的效果 对老人身体也很有意 新鲜的猪腰切成厚度适宜的薄片 贴上姜片 加上杜仲 用保鲜的粽叶包好 再用粗盐埋起来 慢慢举止 今年春节刚好我公公的干活干干 腰不太舒服 然后我就想起当初我妈做给我爸吃的一个肚中 解住腰 老年人说这个腰上吃吃特别好 洗净的新鲜育煮 要用农家柴锅超制 这样最能保持药材的效用 再放入炖鸡的砂锅中 蒸腾的热气 就是盘安人最有温度的生活 一个做炖土鸡 这是我一道药杀菜 我公公也特别怀疑我这道菜 新年快乐 父母养我们都不容易 所以说尽量想做到一份孝心 江南的冬季阴冷多雨 年夜饭上药杉飘香 温暖的不光是肠胃也是心灵 盘安药杉没有什么秘方 也不故作神秘 只是普通的做法家常的滋味 回归传统 回归初心 美食就实现了真正的价值